为了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一位八铁包工头 以一辆528万卢比的价格 购买了三台工时 都在2万左右的二手日理挖掘机 刚买的时候 车商就告诉他 这几台挖掘机除了外形就一点 工作室一点问题没有 就是回转的时候 有一想要不然价格上还得贵几十万 包工头也是满不在乎 毕竟一点毛病的都没有的挖掘机 都快600万卢比了 随便找人修一下也就几千卢比 节省的资金都够挖机首两年的工资了 此时维修店的工人已经使用吊车 把驾驶舱整体吊起来 虽然这里维修工每天的工资 只有一千多卢比 但是他们凭借顽强的敬业精神 徒手就可以把轴承内几十斤的油污清理掉 挖掘机回转故障一般都是 缺少保养是轴承磨损严重导致的 所以要重新给轴承研磨和保养一番才可以 工人使用水瓶当喷枪 把轴承表面的油污冲洗掉 等待晾杆后师傅需要把齿轮 从回转大牌上拆下来 这里他们并不需要价格昂贵的拆卸设备 只用锤子就能完成这个工作 齿轮和转盘连接处在 长期的磨损下变得非常明亮 还好没有出现破损 只需要重新研磨一番就可以了 随后工人把清理完表面的油污大转盘 滚动房间内 这个看似很陈旧的大圆盘 就是专门研磨回转轴承的设备 师傅也是使用脚链 把转盘拉升到可以固定的位置 在对齐到圆盘的边缘位置后 就可以使用螺栓进行固定 随后使用千分表进行测试 指针在旋转的过程中 跳动得非常厉害 在旋转的过程中 转盘外景和表面都需要测试 以保证后期打磨的进入 这样可以避免打磨过身 导致转盘和齿轮无法安装 为了以防万一 还得用千分尺测量出 原先转盘多个位置的厚度 并用粉笔标记号 发现转盘每个位置的厚度 已经有少许的不同 在工人知道 参数后就可以调整 砂轮机进行打磨 圆盘旋转的同时 通过摩擦的火星 就可以观察出转盘内部 已经凹凸不平了 并且在打磨的同时 要用钢珠测试转盘内凹槽情况 通过手感检查打磨的进度 这一步非常考验师傅的经验和技巧 在打磨一轮后 师傅再次用千分尺测量一点 在经过师傅长达三十分钟的 不停打磨后 回转大盘才达到统一的尺寸 随后师傅用铰链把大盘重新掉下 由于打磨的铁蟹 已经把圆盘布满 小哥则用毛巾擦拭干净 方便齿轮的打磨 师傅则直接滚动齿轮来到室内 通过圆盘上面小孔调整螺栓位置 方便不同直径的钢圈固定 接着师傅继续使用千分表测量 齿轮表面 此时千分表依然跳动的非常大 对于师傅来说 跳动的越大就越好打磨 打磨的时间越长工价就越高 在调整好打磨机的参数后 就可以开动机器进行打磨 虽然这台设备看似很简陋 在巴基斯坦90%的挖掘机 维修店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般的师傅都是通过砂轮机 手工慢慢地打磨 非常消耗时间和体力 在经过一轮打磨后 师傅继续使用千分尺测量打磨的厚度 在经过四个点的测量后 齿轮的厚度已经达到统一 随后师傅再用滚珠在转动的齿轮上 进行测量是否平滑流畅 没问题后就完成了齿轮的打磨工作 师傅依然使用脚链缓缓取下齿轮 转眼间工人已经通过螺丝刀 把齿轮和回转大盘安装好 仔细观察 原先的滚珠已经被工人清洗干净 这认真仔细工作的方式和态度 值得我们学习 滚珠安装完成后 师傅重新把回转轴成竖起来 方便密封圈的安装 一个质量好的密封圈 可以减少润滑油的泄漏 如果密封不延会 导致空腔进水稀释润滑油 会增加齿圈磨损程度 更严重导致齿圈失效挖掘机 无法旋转 认真仔细的安装过程 会是顾客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随后这群师傅 把安装好回转轴 盛放到三轮车上 导致整个回转轴成的 维修工作就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交给这群师傅 重新安装到挖掘机上 虽然没有专业的设备 他们依然完成 大型工程机械的维修工作 这么复杂的维修工作 应该收多少卢比的维修费合适 为了省钱 巴铁使用的工程机械 绝大部分都是 从国外进口的二手设备 基本上每台都超过了三万工程 所以用不了几个越发动机 就会出现问题 甚至出现爆缸的现象 还好巴基斯坦白沙瓦 有一群技术非常精湛的维修师傅 他们可以在不使用 高端维修工具的情况下 将即将报废的发动机 恢复如今 还能将油耗 恢复到刚出场时的状态 眼前这台是 刚从小松推土机 拆下来的D155 形发动机 由于这台推土机 经常出现轻微的拉杠 加上油耗贼高一小时 都快干到八升柴油 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车主则来到白沙瓦 请这群大师傅大修一份 现在巴基斯坦的维修店遍地开化 想要更多的客户 只能靠着低廉的价格 和优质的服务去吸引 并且他们大修发动机主打的 就是一个便宜市会 超过一万卢比 都是对车主的不尊重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维修作坊根本看不到一个高科技设备 他们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 都可以修复好这台发动机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 无法维修损坏的零件 就连电动班手他们都用不及 发动机上面的零件 都是使用人力拆解下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既经济又实惠 他们并不考虑用机械提升效率 因为过多使用机械 就会让很多人下航 这个并不是他们发展的处众 拆解的零件随手扔到一旁 由于发动机前盖比较重 只能两个人抬着才对 虽然发动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上面的正直齿轮并没有较大的模子 随后师傅把秃轮轴从钢体内抽出 就跟孙猴子抽金箍棒了两个 好在他们的人比较多 两人相互配合 就可以拔起动机拆解下来 把钢体外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后 就可以拆解钢体内所有的零件 这一步 首先师傅们需要用铁链来固定钢体 通过铰链把钢体从铁架子上搬下来 然后再平放到两个较大的方木上 带起稳固后 就可以使用人力把钢体推倒 这样更容易拆解内部的曲轴和活塞 师傅直接把搬售加长一米 这样拆瓦盖螺栓就变得很轻松 随后师傅则用木棍从后侧 把发动机活塞推出来 如果用铁棍的话 则很容易划伤活塞头导致报废 经过师傅检查后 发现活塞头和瓦盖拉伤的挺严重 车主也是经过很长的思想斗争 为了能长久使用 准备把活塞头全部更换成金 发动机维修的关键就是清洗 后期能否降低油耗这一步非常关键 所以只能拉到附近的洗车垫 在专业设备的加持下半个小时 左右钢体就已经清洗完成 这一步巴铁还是无法和奥德彪相比 为了拉香蕉 它可以徒手把发动机从皮卡上抱下来 由于活塞和瓦盖都是新零件 这里师傅只需要把驱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在清洗的过程中 其他的师傅已经开始组装发动机 如此新的瓦片此时和钢体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 师傅将瓦片一一安装到钢体上 并在上面均匀地滴上润滑油 让瓦片一直保持润滑的状态 防止在安装驱轴的时候干额拉伤瓦片 由于驱轴较肿了 此时六个师傅才勉强抬起来 在工人喊完一二三后 齐力把驱轴放进钢体内 并在六个驱轴瓦袋上面也安装好全新的瓦片 完成后就可以把瓦袋安装到钢体上 这里安装的时候要按照顺序进行组装 这个过程中不要用手触摸轴瓦表面 防止手上的灰尘进入 两个师傅同时操作 一个用扳手固定螺栓 另一个师傅则用锤子进行敲击 增加安装效率 由于没有小风口 螺栓的加固只能使用这种加长的扳手操作 随后师傅还要用力转动驱轴 检查安装的是否到位 发现没有问题就可以安装活塞了 由于是全新的活色头 这里则需要把所有的配件进行组装 活塞连杆通过活塞销进行固定 为了保证安装的过程中不滑伤活塞 所以要保证整个活塞足够润滑 在调整好活色气环和油环位置后 就可以使用卡钳将其固定 再利用锤柄把整个活塞安装到钢体内 由于这里的师傅足够多 分工相当明确 他们是边清洗边组装 确保每一个零件都是最新的状态 突伦轴安装的时候出现阻碍 旁边师傅非常有眼力 见立马在表面胶上润滑油 保证突伦轴能顺利安装 随后工人把发动机竖起来 此时整个屏幕出现的都是手 每一步的操作他们非常墨迹 不需要沟通就能知道要干嘛 完全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 在零件安装的差不多的时候 工人则用气枪把钢套内部的灰尘吹干净 这一步的操作巴基斯坦其他的维修店 基本上都是忽略了 随后师傅则安装好正式指纹 并用螺栓固定好 接着安装好大飞轮 在固定飞轮的时候 螺栓要对角安装 师傅使用扭力扳手固定一遍后 还需要用大扳手再进行加固 要不然后期螺栓松动 就会增加发动机爆缸的机率 接下来工人开始安装气门 旁边铁盒子里面的螺栓都堆放在一起 也不知道他们在安装的时候时 是怎么分辨的 感觉安装完整个发动机螺栓会 剩好几斤 为了发动机后期的密封线 这次更换了新的气缸电 随后师傅把气缸盖放上去 再按照顺序把钢盖螺栓插进去 接着就可以使用大扳手进行加固了 到这里师傅已经干了七八个小时 这么点的时间能安装的差不多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维修工速度 是相当快了 不知道巴基斯坦的电动扳手多少钱一份 每次看到他们纯人力拧螺栓 真想给他们邮寄几个过去 接着师傅把两个新的滤清器安装好 他们为了给客户留下好的印象 每一个外部零件都进行清洗 原先都是泥土覆盖 现在只是掉了点油漆而已 随后师傅使用油桶通过油罐连接发动机 接下来就可以测试发动机能否正常启动 巴铁兼职手工维修各种零件 才让他们具有这么强的动手能力 巴铁手工维修也成为了他们的代名思 如果你的发动机出现问题 你敢让巴铁师傅这么凶 不看过就不会相信 巴基斯坦简陋的小作坊里 却隐藏着一群非比寻常的手艺人 他们低价收购大量的低碳钢筋 使用30年前的老式车床和原始工具 就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拖拉机挂钩箱子 今天就探秘一下巴铁小作坊 是如何制作这种小零件的 首先用切断机把低碳钢筋切割成长度20公分的钢筑 他们用强迫症的方式 把粗胚原料整齐的码放到一起 随后师傅再把钢筋粗胚 在整齐的码放到旁边的简易火炉上 通过天然气的高温加热至1200度以上 使整块钢筋烧的变得通火 迅速从最底部抽出温度最高的钢筋 师傅趁钢筑还在发呆立马放到旁边的补鞠中 通过50吨的液压冲床 猛烈挤压让钢筋送行 然后旁边的师傅通过钢钉 再用铁锤把钢筋敲出来 圆柱形的钢筋已经变成两头系中间突出的形状 此时钢筑粗胚温度还有几十度 需要进一步冷却 等冷却后使用铁盆装满 然后来到精细化车间 就可以利用车床把粗胚外景车削光滑 刀架已经调整好参数 提量车销就可以了 为了增加效果 积在一盆后再车销另一头 销子中插二销子的小火 则使用手工台钻进行制作 虽然整个过程看不到全自动化的设备 但是它们的效率一点也不慢 一天很轻松就可以生产七千多个标准化销 随后把半成品的化销重新固定到车床上 通过卡盘固定的锣纹车道 两秒钟就可以车销出一个完整外景锣纹 车床虽老 但是它们却拥有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 可以创造出快捷有效的车销方法 这时销子的外观还有很多秀节 还需要细硫酸溶液进行浸泡 可以利用盐酸的腐蚀性 将销子表面的氧化物和锈食物溶解掉 从而使销子光亮透节 还要使用这种简易的滚筒机再次进行清洗 为了使销子达到最强状态 还要在表面进行镀芯操作 通过这种操作既能增加美观还能增加防腐性 到这挂钩销子就制作完成了 接着工人把罗姆一个一个安装到箫子上 这样就可以装袋出售了 一袋装90个可以售卖1.8万路米 那大家觉得 国内生产箫子有八铁手工打造的质量好呢 都说修不好的是大众 开不烂的是丰田 爱拉钢的是奔驰 而眼前这台第五代丰田海狮H200在行驶了65万公里都没有出现较大问题 今天在半道上突然出现动力异常和异响 直接把车主撇到半路上了 通过电话询问4S店是发动机拉钢了 维修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并告知丰田发动机大修最低都需要38万路比 在巴基斯坦能开得起这种类型的车一般都是非常富有的人 车主也是开顺手了 并没有打算卖掉换新车的想法 但是也没有当天大头的习惯 正好大货车司机富贵是自己生意上的朋友 自己很多货物都是经过他的车队运输 所以认识很多野生但是很专业的维修店 由于是熟人介绍 所以老板直接和车主一口价8万卢比全包维修 这家很简陋的小作坊却拥有非常专业的修理工 每个人都有十年的维修经验 他们对于各种类型的汽车的线路连接都非常熟悉 所以在这么狭小的空间拆解发动机也是很快速 丰田海施在商务车类型里号称面包网 老款的整体质量还是非常皮实的 尤其是搭载的这款ETR型号排量2.0的发动机 在国外商务客车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二手车的保有量非常多 两名工人花了20多分钟就把发动机从车上拆了下 看这么多次的巴基斯坦修理汽车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发动机直接从驾驶室里面掉水 随后在旁边的空地拆解发动机零件 为了在拆解的过程中不损伤发动机 他们依然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动引螺栓 随后把罩盖取下来 虽然跑了这么多公里 气缸盖内部的油污还算透亮并没有出现漏油的现象 接着使用搬手拆解前盖螺栓 他们将所有的螺栓都放进机油桶内防止错乱 两名工人一人为辅一人为主相互协作进行拆解 随后用锤子把前盖敲松动 再用螺丝刀扩大和钢体之间的缝隙 这样就很轻松的拆了下来 由于是全包维修 工人需要把发动机的零件全部拆解 然后再进行清洗 并且要检查内部零件是否存在损坏和磨损 如果出现问题还要进行更换 接着工人把气缸盖抬走 气缸垫也出现老放 轻微的漏水并没有使活塞头出现 还好没使钢体出现开裂 只是活塞头顶部的积碳估计都有二十后了 气门也出现了生锈 毕竟再好的发动机跑了这么多公里 不出一点问题那也不现实 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 工人也是边拆解边检查零部件的使用情况 如果出现太多的零件磨损 那就要更换更多配件 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每一个新的配件无疑会给他们增加很多成本 外部零件拆解完后开始拆曲轴 掉落的瓦盖已经磨损的严重 看样子不能再使用了 拆解的过程中总会出现难题 为拆解的瓦盖已经疑问 但是难不倒他们 转动几下曲轴就可以轻松去向 拆解的零件被工人放到一旁带用 而此时已经到了傍晚 为了减少车主的等待时间 他们不辞辛苦的准备 利用晚饭过后的时间开始修复钢铁 由于活塞拉伤严重只能更换新的 这里更换的并不是全新的 而是经过他们翻新后的二手活塞筒 为了提升钢铁的密封性 还需要用砂质挡 而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这里的大师傅进行操作 毕竟发动机是非常精密机器 如果手操技术不到位 则容易出现误差 接下来开始给钢铁重新塘钢 巴基斯坦的工业水平一直处于世界地位 这家作坊居然有塘钢机还是非常少见的 重新给气缸进行修复 是非常复杂的一项工艺 这里需要反复的测量新的活色头尺寸才可以 再根据活塞和气缸的实际尺寸计算糖销量 这里面有一个计算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糖销量等于活色群部最大直径 气缸最小直径加活塞与气缸配合间隙磨钢铁量 如果增加0.25的钢镜 那就需要更换新的钢套了 在糖胶完成后还需要用量钢表反复测量 没问题后才可以进入下一个气缸的糖胶 为了降低气缸表面粗糙度 还需要这种专业的航模机进行研磨 通过航模头的快速旋转可以在气缸内部形成 非常密集的交叉纹路 使气缸地具有更多的机油承载能力 只是老师傅怕技术泄露不允许摄影师拍摄 而其他的工人也没闲着 开始打磨磨损的驱肘 这家作坊作坊的设备真是齐全 已经吊打巴基斯坦99%的小修理店了 这时已经到晚上10点多 他们依然在辛勤地工作着 而摄影师困了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配件处理好 老师傅则带其他的工人开始组装这台发动机 在驱轴安装完成后 还需要转动几下检查安装是否到位 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正常的 除非师傅忘记安装轴瓦了 这里师傅并不需要其他的工人身手操作 都是亲力亲为 因为他觉得发动机的零部件 安装得要非常到位 这样才能保证后期运行的时候 达到省油和开不烂的目的 如果维修的有问题 那就砸了自己百年老店的牌子了 落日余晖 在夕阳的照射下 发动机刚体散发着幽黄的光芒 由于是二手的活赛头 上面的气环和油环要重新校对 为了安装的顺滑还需用润滑油进行滋润 后面的工人则使用瓦带连接活塞连杆 确保螺栓的紧固 工人则卖力地用L型扳手进行固定 四个活塞都安装完成后 随后再用扳手转动曲轴测试是否连贯 别的不说 就发动机钢盖清洗的水平比卖二手车的都牛逼 说这个是新钢体都不为过 接着在油桶里面扒了出钢盖螺栓 并用挖布擦拭钢体表面的灰尘 这里就需要新的气钢垫进行组装 才能保证钢体的密封性 看到此景我想坐是一首 床前明月光洒了一碗汤 举头拿螺栓低头擦钢体 就是小哥寻找螺栓的方式确实挺费劲 老师傅的严谨性在这时体现出来 证实齿轮需要一个一个数出来才能安装进去 随后在前盖上面涂抹好密封胶 对准裸孔后安装进去 接着使用扳手进行固定 在如此昏暗的灯光下 工人依然能出色把各类螺栓能安装好 这里不光靠技术也需要常年累月的组装经验 接着把油底盒安装好 并用螺栓进行固定 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发动机罩盖安装好 到这发动机就完成了组装 原先满身锈迹的钢体此时已经焕然一新 继续使用吊车把发动机送进车厢内 对准位置后就剩下各种油管和线路的连接 此时连接好电瓶 随后倒入全新的机用 这辆车就维修完成了 看到这里只能说修车哪家家 巴基斯坦维修厂堪称王中王 你眼前所看到的是 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拉丸品地最大的二手汽车 废品市场 这里就相当于国内最大的陈田拆车键市场 据说这里的汽车零件都非常便宜 可以估堆售卖 小的螺丝大道汽车发动机和车架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今天巴铁司机富贵又想载一台汽车 打算从这里买一堆报废的二手零件 组装一辆小轿车出来 很快便购买好所需的零件 准备拉到附近的修理厂进行组装 虽然这个车架出过几次严重的事故 好在还算完整 方向盘虽然破旧 但是还能使用 四个轮胎都还在并不需要更换新的 并且这样的车架购买下来只需要八千卢比 对于巴铁富贵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原有的车漆已经被工人清理得差不多了 只需要把车架整体喷两边油漆就可以了 车架的底漆也不需要过多的调配 只要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锈就可以了 这家店的老板只给富贵两年的质保期限 毕竟便宜美好货这句话在巴基斯坦也很通用 车门晾干后工人开始安装 为了图省钱富贵买的螺栓都是生锈的 也不知道这样的车门在跑路的时候能否掉下来 很快四个车门便安装完成 从外观看这辆车还算规整 没有出现坑坑洼洼的迹象 没想到巴铁师傅的板筋手艺也是这么好 没问题后继续给车架内部喷漆 所有的锈死的螺栓也不需要更换 只需要在外面都喷上一层白色油漆就可以了 外人发现不了问题自己也就没什么问题 毕竟四轮车怎么也比电驴子开起来待劲 带着媳妇逛街最起码能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半个小时后工人就完成了整车的喷漆工作 接下来工人开始安装汽车所需要的零件 首先把生锈的方向盘拆下来 这样可以更好的安装其他的零件 随后工人把右前轮轮胎拆下来 并徒手把刹车和转向拉杆拆下来 这时发动机已经被工人放到车架前面 接着工人使用铰链固定好发动机 通过铰链慢慢地把发动机安装到车架面 工人直接徒手来固定发动机上的螺栓 四五个工人同时进行零件的安装 这样组装的效率就提升了很多 至于车门的升降玻璃 工人直接用手把玻璃摁进车门内 还好拉瓦尔的零件比较齐全 连原装的尾灯都能买到 至于大灯的灯罩已经破碎 这在巴基斯坦完全不影响 他们把车开到120迈 随后工人把驾驶室外格安装进去 这辆车不知道都停产多少年了 还能买到这么合适的中控台 果然二手车在巴基斯坦市场还是非常大的 随后工人把手动荡底壳安装好 虽然工人安装的速度足够快 一辆汽车上的零件也是很多的 到安装前挡风玻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这里安装的时候不需要打交 只需用力把密封条卡进去就可以了 接着工人在顶棚粘贴好隔音棉 为了更好的美观效果 工人直接用铲子把边缘的位置都塞进缝隙内 随后把引擎盖对其车架螺栓口 用扳手进行固定 至于底盘用的防潮垫 直接使用的是橡胶皮的 这样底盘就不会出现从下潮上渗水的情况了 车门用的那护板多余的部分被切割掉 可以正好安装上 车门手柄在所有的零件当中还算新鲜的 测试完效果还不错能正常开关车门 其他工人继续安装车辆的其他零件 工人直接把显示屏安装好 后排的座椅工人也已经完成 只需要把靠背立起来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座椅放进车内 工人直接对准就可以了 安装到这没想到富贵居然逃到两个全新的前排座椅 安装完成让这辆车的档次提升了不少 随后工人安装好方向盘 再安装好后保险杠 导致整辆车就组装完成了 虽然经过夜晚大雨的洗礼 从外观看这辆车达到了惊人的两成心 全景大玻璃 真提作异 说明这辆车以后肯定不简单 这样的车下来也只需要八万卢比 价格相当便宜了 从河南学来的笑泵技术就是不一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将柴油泵消耗 眼前这个卡车柴油大泵 因为发动机抖动动力不足 还伴随着冒黑烟 所以才将柴油泵拿到白沙瓦 这家维修店进行笑泵 当然这并不是单单是柴油泵的问题 喷油嘴也同样很重要 所以在笑泵之前 师傅会将每个喷油嘴拆卸出来 并对里面的零件进行逐一检查 查看里面的助塞和针法 是否存在磨损过度或者堵塞的现象 检查没问题后 将喷油嘴安装到喷油嘴试验器上 并压动手柄检查喷油嘴的雾化情况 经过检查喷油嘴一切正常 那么问题肯定是出现的柴油泵本身了 在笑泵时 师傅必须将柴油泵固定到这个专用的柴油泵试验台上 才能精准地测量出各缸的喷油量 随着机器的启动 现在我们看到上面的六个量杯明显是高低不一的 所以现在师傅需要对喷油器一点一点地进行调解 让其误差不能超过1.5毫升 但经过师傅的不断调解 还是没有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那么问题肯定不是出现在喷油器上 接着师傅把目光转向到尺条这边 检查尺条的回味是否正常 可还是没发现问题 接着他再把目光放到了调速法这边 这时需要利用卡尺进行测量 才能够得到清楚的数值 检查没问题后 就可以把零件安装回去了 这笑泵过程看起来复杂 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对于一个机修工来说 宁可修一台发动机也不愿意修这东西 感觉他比发动机还要精密 在安装时 很多配件都需要利用卡尺来测量 才能进行安装 还必须有这个实验台 而且这个实验台一般人还是买不起的 师傅省吃检用了十年才曾够钱买 现在师傅已经将柴油泵的零件组装完成 接下来再进行笑泵 调加速感线位 在调整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地查看量杯 将它调至平均值为止 不能让它喷油过多或者过少 并确保喷油不会提前或者延迟 不然就会造成空压比不对 导致车辆冒黑烟或者敲缸等现象 但这对于经验丰富的师傅来说 这都是小问题 因为他在河南进修过一段时间 笑泵技术没得说 由于中国的大泵车越来越少了 被迫无奈才回过发展 从此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刚好他们这里都是用过二国三的卡车 需求量非常高 两年时间师傅购买的试验台都回文了 这听起来虽然很简单 但每条一台柴油泵 都需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漫长测试 经过师傅不断的调整后 现在柴油泵已经重回巅峰状态 完全可以当心的使用 为师傅高超的手艺点赞 眼前这个卡车耳轴在煤段之前是连接在一起的 车主早就发现上面有裂痕 但他以为需要更换配件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硬是把它开到完全断开才想办法解决 要是早知道白沙瓦这里2000卢比还带质宝 就不冒这个险了 这东西的架构看起来简单 但维修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不是光把螺栓拆了就行 因为中心轴与轴尔的衔接处非常紧致 所以必须需要借助千斤顶的压力才能将其压出来 在压的时候需要先将耳轴固定到一个铁架上 这样在利用千斤顶将其压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支点 而且把千斤顶装好之后 并不能硬生生地将它压出来 而是先由一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师傅利用气格进行加热 取出上面粘连的锈迹 在加热的同时由一名师傅用大锤进行敲打 一名师傅则加压千斤顶一点点将中心轴压出来 通过加热和敲击再加上千斤顶的加持下 拆卸过程进展得非常顺利 师傅们轻轻松松就能将中心轴拿出来了 按照惯例 另一边也是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操作 但由于这一头的锈矢比较严重 用这么小的千斤顶压根起不了作用 只能将其拿到大型的液压机这边进行缓压 在绝对的力量下 这么小的中心轴根本就不堪一击 液压机都还没有用力 中心轴就顺势掉落出来了 但现在并不可以马上焊接 师傅还需要利用尺子进行测量 确定精准的尺子 为了确保拼接后 同心同肘 测量完成后 将其拿到车床这边进行加工 师傅首先将其布定到四招卡牌上 然后利用划身对其进行找证 检查没问题后 先将断面车销平整 并预留出一个中间位置 方便后续找中心 断面车销平整后 利用小钻头在中心处打孔 接着再用大钻头进行扩重 打孔的目的是为了后续安装定位销 但定位销与孔位的偏差又不能超过三个斯 否则就会造成不同心的情况 这种情况光靠钻头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还需要利用那孔刀对内孔进行轻加工 加工完成后 就可以将定位销敲回去了 为了焊接起来更加牢固 师傅还需在断面处车处一道坡口 另一根断出来的轴也是同样的操作 两端都加工完成后 就可以将其拼接回去进行焊接 为了尺寸的精准度 师傅将另一端敲过去差不多后 还需要利用尺子进行测量 测量没问题后 还需要利用顶尖将其固定住 然后启动车床 检查弓箭的跳动情况 检查没问题后 就可以进行堆焊了 为了增加其的硬度 这次师傅选用了非常高强度的焊条 分层进行焊接 像这么大的焊缝 非常考验师傅的焊接技术 稍微一步留神 可能就会产生气孔或者夹杂 但这并不难道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电焊已经被他玩得炉火纯青 不到二十分钟时间 他便可以利用自行走位的方式 将其堆焊完成 经过师傅敲击焊扎后 现在焊点看起来严丝合缝 但这样还不算完成 还需要将焊把车销平整 为了方便后续的安装 喊把车销平整后 师傅还会利用角磨机 将上面的锈剂打磨干净 最后再利用敲击的方式将轴尔装回去 在敲击的时候同样需要进行夹着 将两端都敲回去后 再把螺栓拧回去进行固定 就大功告成了 为师傅们高超的手艺点赞 长按视频三鸟送他们 三朵免费的小花花 三鸟